直线加速以及引擎声浪让围观的民众热血沸腾 这是基隆市政府8月中旬 封闭部分中正路路段举办超跑嘉年华活动 吸引相当多的民众前来参观 不过基隆市议员也在市议会提出照片和相关资料质询 包括办理的经费从哪里来 是否也动用到市政府的预备金呢 才会让烧胎过有痕迹的路面可以一夜之间复原 以及地点的选择是否有问题才会造成塞车的情况 看到西永市政府有史以来最快的效率 这个是活动办理第二天的现场的一个状况 但是到我们的隔天活动结束之后 我们的标示标线完整的恢复 那一直到了昨天上午再下一张 这条马路铺平了 哇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效率啊 我从来没有看过其他道路破损了之后 我们有这么快的一个效率 可以把我们的马路重新来做一个复原 但是我想要问的是这一件事情 这一笔钱是谁出的 那预备金作为法定紧急用途的金库 被用来作为城市行销用 这当然不是首例 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需要清楚 说明清楚 因为你从中央法定颁布的预算法 第22条到第70条 都明确规范 不管是第一预备金还是第二预备金 它都是所谓在法定业务内容情况底下 如果不够才会作为紧急用途 官的预算 它的支出跟收入的部分 到底合不合法 到底都去哪里 公开透明的部分 虽然后续才有办法给我们资料 但是到底合法性的部分 是不是主计处财政处 或者是阵风处 有人可以待会一定要给我们一个答复呢 更有议员用反凤的语气质疑 为什么是由掌管交通的交通处办理 而不是由掌管观光行销的官销处办理呢 社会处来承办好了 社会住宅也社会处可以带着看嘛 那如果我们那个联合祭祀活动 也不用什么民政处办 我们交给消防局嘛 更方便 那个指钱稍微还可以直接扑灭 而支持办理这项活动 行销基隆的示意原则认为 超跑嘉年华这两天的活动 确实吸引许多外线市人潮 来基隆参观也年代在基隆消费 但是在地点选择上 下次确实可以再审慎考量 更好的地点才不会让人 胆战心惊 真的是我真的是心惊胆跳 整个会真的是抱怨声 你记得你也稍微听声音的 这个超跑是好人去享受 大概有那个成绩的啦 所以在地点当然啦 你为了说寻销我们基隆 能够来基隆市看看我们的整个状况 这个本席不反对 但是我在未来的话 是不是在办任何 就针对这一次好好去检讨 我们不是在西六那个停车场 每天就是将近三四百个停车位都没人停 那我们市政府也积极 在假日优惠 让大家能直接从高架桥下来 直接往那边停 然后再走到我们市区 那以后我们如果说办活动的话 我希望可以多利用那个地方 我记得以前国务院也都在那边办 你说基隆市区会塞车 又不是因为办超保加烈网才会塞车 平常也很会塞啊 对不对 那这个我们要去解决塞车的问题啦 这也要解决 那以后再选择这个地点的话 本市区建议啦 比较郊区一点的啦 因为这个真的会塞车啦 然后在这边的话 当天的话还有放烟火嘛 然后还有呢 应该是客家艺民姐在那边嘛 对不对 那当天那天的活动是蛮多的啦 那本市在这边建议我们市长 如果真的有这个活动要办的话 尽量把它错开 那那天有从美农的 有从高雄的台中的 嘉义的那些的选手都有上来 那其实在那天我有一个感想 就是让全台湾省的这些年轻人 也知道我们基隆有这样的地方 市长谢国良搭巡使者表示 办理这项活动加上晚上烟火释放 确实吸引很多人来基隆参观 游玩消费 而塞车的情况也确实没有比 平常周六日塞车更为严重 这会总结就是一句话跟大家讲 这是真心话 我们可以讨论看看 这就是一般的周六塞车 它没有比我们平常平日 比较塞车的周六 然后没有活动的周六 来的比较塞车 它就是一个等同于比较塞车的周六 的一个车流量的情况 先讲预算科目的问题 的确它不是本年度前市府安排好的活动 所以它没有这样的科目 那就像台日韓的设计 严习营现在正在举办 这两天要闭目一样 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活动 那这个也觉得说 如果办得不错 那值得办 然后没有科目的话 如果能够做得来 我们还是会想办法把它办 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过去前也有潜力 基东市政府交通处长也提出数据表示 超跑嘉年华两天活动里面 总共吸引了三万六千多人到场参观 人次也算不少 第一天因为天气比较好 大概吸引了将近有两万四千人左右 那第二天因为下午 刚好就开始下雨 所以人次比较少 大概吸引了将近一万两千人 不过市长也强调 他个人会比较倾向 下次举办电动车活动 也会听取采纳议员们的建议 作为下次办理类似活动的重要参考 其实如果问我 我内心真正想办的就是 像电动车这样子的一种 或电动机车这样子的一种赛事跟活动 可是我们实在没有相关的经验 然后也没有任何人懂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说 如果让他们来办办看 然后在城市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学习一些经验的话 或许是一些不错的方式 就是说一方面你们的指导可以给我做学习 未来做改进 未来会不会再办相关的 我觉得还是会 因为我们可以再精进我们这一次的计划 把车辆改成电动车啊 然后这个把它移到更适合的地点啊等等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进步的方式 可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一次 大家都有帮忙宣传 包括你们的批评指教也是一种另类的宣传 所以这一次变成说大家都有看到 然后再加上晚上烟火也放得不错 所以整体而言这是一个热闹的礼拜六的周末 最后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位也做成决议 第一点 市府办理大型活动 应事先缜密规划 随时监控人群及交通状况 因应道路车流及时调整耗制控制 并规划驾车民众行驶替代道路 避开用涉地段 勿造成老民破坏活动的美意 市府应听取建言并予以改进 第二点 有关本案经费来源及采购流程等 请相关单位检讨 并于下次定期会业务报告时提出说明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好